謝謝主席,我請高部長 陳委員長 部長長 部長 我想第一個問題我先請教你 你這麼贊成那個 考試院觀眾院長所提的 要這個 我們的軍人退出所謂的退府基金 然後由現行的除金制 再改回過去的這種N幾值 你贊不贊成這個制度 官委員 這是官委員辦公室提的問題 我想這可能不是政策 我覺得但是目前國防部沒有考慮這些 還是在目前的政策裡面 我們做一些這些改善跟一些修正 所以你個人不同意將除金制再改回N幾值 這會影響到國家整體的財政狀況 會讓國家的財政負擔更加重 但是就是說必須考慮到 國防部這個所謂的現役軍人的 他的服役的狀況 需要保留到一些輕狀嘛 但這個部分是不是用這個 N幾值來解決 是不是太簡單化 都必須要很深入去考量 必須要相關院計 跨部會 大家共同考量以後再做決定 部長你曉得我們的這個軍保啊 民國107年就破產了嗎 你曉得這個事情 退伏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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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部分就破產了 所以我們提出一些 在大院的委員會裡面 在這個我們相關的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在提撥率的部分 我們已經提出一些修正 對 因為公教已經提升了 部長 你提的修正裡面 大概可以延長多少壽命 破產的時間大概可以延長多少壽命 我們除了這一個提撥率以外 我們其他的部分也要配套在做 對 部長其實我覺得 除金制也好 恩己制也好 最終買單的對象是一樣的 是 你覺不覺得 不管哪一個制度 這個一千億啊 只是 要國防部來編 或者由政府負最終支付的責任 其實最終啊 都是國家來負責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恩己制也好 國家 除金制也好 國家的安全需要軍隊 部長我沒有反對啦 我沒有反對 你聽我把他講完 你不用擠啦 我沒有反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者 其實最終買單的對象都是一樣的 好 但是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就是 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們都很清楚 107年要倒閉 倒閉之後 如果國家無能力 繼續做最終支付的責任 我們在座所有的士官兵 跟所有退役的士官兵 一樣會遭受到相同的這種損害 相同的這種打擊 對不對 部長 這是委員的規劃 這個 預估啦 這預估啦 就是說國家如果支付不出來 最終大家都要受傷嘛 大家都會受害嘛 部長 那你個人的腦袋裡面 你有沒有去想過 你有沒有去想過 你覺得 什麼樣的改革方法 會對 會在現階段 這個衝擊比較小 或者比較可行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嘛 你要改 你要改這個 這個退休縫的支領年限啊 大家就要退休啦 剛剛我也問過很多我們的中階的軍官啊 他們也都很不得已啊 他們被 就是不得已要留下來 因為 一方面人力精簡了嘛 二方面 這個國防部長官大家都拜託他們說 是不是繼續留 大家不要退嘛 所以很多人可以退 但他不一定選擇退 所以 當你今天改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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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縫的這種支領年限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 加速 國防部人力的流失會更嚴重 也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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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覺得方向上可以朝這個方向來改 可以朝這個 因為就是 第一個就是提搏率的提升 對 第二個就是它的服役的年限 有一部分可以延長 延長 像委員報告 早些年 三四十年前啊 有很多的兵科或者職務啊 它的服役年限是跟戰鬥兵科 對 戰鬥單位是不一樣的 沒有錯 所以當初把它改成一致性啊 現在發現了問題 比方說有一些比較穩定性的 像財務啊 主計啊 或者以前的軍醫軍法 類似這種專業 像我們的電展室這些單位的 它的服役年期 或者中科院 或者是教職 甚至於目前的教育部的教官 他的推伍的時間 都應該給我們的戰鬥單位 戰鬥兵科 有所區隔才對 部長 這個你這個方向上 總而言之 你可能有一些想法啊 是 部長 但你覺得 像我就長期來提這個 我就一直在提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 在座的很多的這些 呃 我們的國防部的這些同仁們 一定感覺到很委屈嘛 因為 所有政府基金要倒閉 又不是只有國防部的 又不是只有軍人的要倒 那你覺得 我提的方法就是 請總統召開一個國事會議 將所有政府的社會保險 退休金的制度 一併來檢討 你覺得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 我覺得 就國防部而言啊 國軍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國軍隊 軍人他的各項的保險的福利啊 應該跟其他有所區別 比較好 有所區別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要破產嘛 所以 部長你要先有一套 該如何把整個 這個退休金的制度 弄到比較不會那麼 現在的狀況那麼糟糕 但是 我會覺得說 如果只檢討 我們的軍人的話 這個也對我們的軍人不公平嘛 應該是不是全面性的 當軍人自領怎麼樣的時候 公務人員自領怎麼樣 教師自立怎麼樣 勞工自領怎麼樣 我們有一個 通盤性的來討論 所以 剛才委員一開始問我 關中院長提出來的N幾制 我認為 他提的問題 應該是要全面性的去檢討 這樣子才合理嘛 不應該只檢討軍人嘛 是不是 他其實只能解決 軍人的一個辦法 一個單位的問題 對 應該是考慮到政府 全面的財政狀況 去考量 最後的決心 會比較周延 部長 我覺得其實 除禁制要N幾制 對我來講其實都是一樣的啦 所以因為他最終買單的人是相同的 不過我 最大的建議就是說 我覺得 應該要全面性的來檢討啦 因為今天啊 如果 只把國防部 只把軍人的部分拿出來討論 那我們的這個 三軍弟兄就會覺得 為什麼只檢討我 我當兵的 為什麼只檢討我軍人 為什麼其他人不需要拿出來檢討 像委員報告啊 像美國他有國防部 他為什麼成立的 退伍軍人部 他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嘛 我們國軍當初人很多 所以要成立的 國軍退出於官兵輔導委員會 要解決官兵退休的問題嘛 這是國家的實情不一樣 那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教育部 沒有成立一個 專門退休的一個 一個公務單位來解決他的問題啊 所以這是一個實際面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應該考量 他的特殊性 不不其實因為 我 我覺得每一個單位 他都會提特殊性啦 是 那我覺得 那軍人是特殊中的特殊嘛 就非常特殊啦 對啊 不然的話 為什麼成立另外一個部會 來解決這個部會的問題 我覺得 要談特殊性 每一個單位他都會談他的特殊啦 對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應該要 全面性的 制度性的來檢討啦 我像委員報告 你必須要先有附案啦 當然有附案 今天是國家整體的問題 我像委員報告 八年前 我從聯勤到 退補會的時候 當初賦予我的任務說 當初的總統院長告訴我 要成立退伍軍事務部 要來解決國防部的問題 那是 只是八年前而已啊 就是重視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八年後 現在的做法不一樣的呢 所以我覺得 對啊 所以一樣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特殊性就在這裡嘛 所以我剛剛跟你特別提到嘛 對 就是說 不能指就 不能指就軍保的部分來檢討啦 不能指就 我們三軍的 這個 這些 退休金的部分來討論啦 是一個全面性的 我的主張就是應該要全面性的來看待啦 就是說 不管你去 邏輯上 你去提現在提恩幾次啦 提這個除金字 我認為這個都是 沒有太大意義的東西啦 當然 像委員報告 如果過度的打擊 退伍軍人的各項的福利 就會影響到現役軍人他的規劃 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這是國家整體的問題啦 因為你 你如果沒有把國家整體的制度來討論 我也要有共識的問題啦 對沒有來整體討論啦 為什麼八年前這麼重視呢 八年後就不重視了呢 八年後大家都很重視 否則都 我不需要提一個叫做開國式會議 把所有的制度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嘛 謝謝委員的意見